大家欢迎收听网向快步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2年 8月6日有我新西兰基督台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安语哈西亚 沙拉西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 随身真bc好 节目开始之前 刚听给个like可以分享给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节目通知你 继续将齐抗疫拼经济制造泛滥策略循式 全弘开去的 好了 今节我们讲讲日本 日本就是在元爆75周年纪念日 其实它整个星期都有纪念活动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Hiroshima那里 是不是长期呢? 广岛和长期 其实就是 今天就是广岛75周年 其实9号就是长期75周年 那广岛原爆75周年纪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什么意思呢? 有 去过一次 这个广岛有长期也去过 那广岛你是早上还是晚上去? 是晚上啊 不好意思 我晚上去 晚上去你有没有走 你有没有摇底 走那个 走那个圆爆 那个圆子 有 刚刚就想讲 是有的 日本人很糟糕的 其实就是他特意弄到 那里是没有街灯的 整个公园是没有街灯的 你去拍照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拍到 有其他那些 人影的东西出来的 但是不是因为撞鬼的 是因为你的相机 就是很容易呢 就放到其他人进去 那个如果你教那些 就是那个相机那个 你教flash 当然会有可能拍到其他人 他最主要就是 你不用flash 你通常是要 就是晚上拍照是不用flash的 那你才能拍到 那个圆爆圆子 它是有些灯光射到去的 因为他特意弄到那个气氛是很诡异的 日本人也很厉害 就是昨天开始 昨天前天开始 我们在这里听声音机 已经讲了圆爆的东西 就是究竟这个五眼之一的其中一眼 究竟是怎样参与圆爆那些东西 当然最初就有两面的看法了 因为这些国家电台要持平 最初一边就说 他炸他也划死了 因为他发动战争 被人炸到脱腹也是划死的了 就是有些军人是这么说的 接着有一个军人的声带就说 哎呀其实真的很残忍的 杀了这么多人 平民是无辜的 就是这么说 这些东西 现在日本人就用到尽 很懂做的 就是他吃过两粒原子弹之后 就是原子羹 吃了两粒原子羹 哈哈哈哈 吃了两碗原子羹之后 他整天说 就是两碗蘑菇汤 他整天说 我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是吃过这两碗蘑菇汤的 就是很可憐的 是啊 我们是受害者来的 但是没有人记得 他这样的宣传呢 就令到很多国家 都不再记得他当时犯过的罪行 真的 就是很多人问他 为什么要炸的呢 那么很多人口咬咬咬的 也都不知道原来日本在 其实香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如果香港 就是有些先生 竟然可以把这个 就是这个 鸦片战争倒转来说 哈哈哈哈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他这个 吃这两碗 这个 就是这两碗蘑菇汤的时候 好像 就是这碗蘑菇汤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都忘记了 究竟他为什么会吃蘑菇汤 我也是 我看到有些王人网页 都是在纪念他们 很惨啊 战争带来了很惨啊 很多伤痛啊 为他们家乡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杀过 杀过这么多中国人的家乡 就是刑财作库 当然你可以说 我不是中国人 那就由得你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 是的话 那算了 你终于成功了 有你的 反正影响不到我 哈哈 但是他现在这种方法 我认为都是做得非常有效 而且他是长期这样做的 预约了今年 75周年 他就大搞特搞 花多点钱 有疫情也不怕的 是啊 这个就是他们 不断演他这个双巴 其实我看到我们自己 中国的弱点就是 这些双巴 我们没什么拿出来演的 我们这些双巴肯定比他多 是吧 是吧 应该是大演特演才是 有时那些人 斗惨 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掌声 在这个世界 这么多战格 是 但是这个也是 坐降扶弱 对吧 对吧 人的心态也是坐降扶弱 如果你经常认自己是强 其实就很难有 很难找到好处的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记错 没有看这个叫做什么 唐八虎点秋香 哈哈哈 梁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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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身脏腑的桥段 接着他跟这个 昇爺斗惨 当然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就是 戏剧效果 说一说 但是日本人是做到戏剧效果 是长期这么做的 是长期做到的 而且是有人相信 很多人相信的 是长期长期这么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广都也是这么做的 其实 其实他那里呢 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说 他的那个环境 是营造出一个恐怖的气氛呢 其实他周边的街灯都挺足够的 其实过一条马路呢 其实已经去到一些红灯区的了 就是走几步的 就很近的 就很光亮的了 那如果要去吃那个 叫做 Okonomi Yaki 都在附近的 就是在那个原爆的原子附近的 就是你走路应该是15分钟 就可以去到那个叫什么新天地 他有个不知什么新天地 我忘记了了 哈哈 又是吃那些Okonomi Yaki 就是他说到那个特产的 那去到那里你就会觉得 哇 日本人都挺惨的 很多人都同情他了 还有他整个城市的旅游业呢 都是在那个原爆的原子那里 那里衍生出来的 其实是 就是你去原爆原子 早上去看一看 接着呢 就见到那个屋顶呢 我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屋顶没有了 但是他整栋东西在那里 就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原爆原子 我其实是有一个问号的 他说他留在那里做见证的嘛 是吧 他说就是这么说 那当然是死了很多人的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死得超级多人呢 就是现在我用一个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 不算很多人了 他们在中国杀的人 绝对比广岛长期加起来多很多 嗯 再加上其他东南亚国家 都杀不少人了 而且去到战争后期 因为有时候去到粮食不计 就吃了一些战俘来吃也有 包饺子 是啊 包饱了身多久 这个我绝对知道 因为有些西人的亲戚 哥 一个16岁 一个18岁 就做了饺子了 嗯 这些很不人道的 就是那些战争罪行 但是我相信 没什么人记得的 是只有我们才 有心记得 你们这些不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 人家做错了你又说 我现在就是说这件事 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样 就是他意思是 例如我说你中国错 你要我说其他国家错 我就是喜欢说中国错 现在他又扮小强 因为早前他就说 我不会认自己是中国人 我是华人 现在就说 哎呀 我们中国人就好像蒲公英 那样 散到全世界都是落地生根 就是扮到好拿悲情 落地生根最好就是来台湾 如果还有一个人问 如果找人移民 找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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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哈哈哈 帮人移民 也不是坏事 有很多人想帮人移民 有很多人帮人移民 而且我相信 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香港这样的情况 搞移民的人都不少 嗯 不过他有一个很搞笑 和我们说的相反 越穷的人越应该移民 尤其是英国 当然了 你其他要成本 去英国你一本BNO 就不用成本 其实他就是从这个 签证的角度去看 但是他没有说 生活是多贵的 你穷移民呢 就不是不行的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我认为 就是那个心理准备 你去到之后 你一定要 就是用 你不是 不单止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还要你和你妻子 和你的下一代 都有心理准备 就是几代人 要去努力 才可以在社会上去 是几代人同时努力 你说这件事是几难的 就是这个真BC 其实他就是几代人的努力 很多代人的努力 嗯 就是死崖死坑 我来自潮州 死崖死坑 是吧 其实我也很努力的 说个老实话 你看到我 照一照镜 就叫做留下了这个刘华的风霜 不是吧 眼袋比董建华 真的大不大 哈哈哈 很久没有睡眠过 所以中午社长打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还在开会 希望 不是说我怎么惨 就是说大家都比刺 再捱 就是那句 无论我们海外 香港或者内地的网友 当然我们很多很多网友 都是真的挺富裕的 但是也很多网友 依然是平经济中 希望大家都努力 扯到这么远的突然间 说回原题先 现在日本每一年都好像今年都特别 搞大 还在疫情下 将这个 喪事当起事 这么办 反而可以赢得国际不同的掌声 令人记得 核子是挺恐怖的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 美国炸这个子弹下去 是有错的 一方面是这样 同时也很同情日本的遭遇 我们在西方 死的不是美国人嘛 死的是加州人嘛 是啊 在西方社会 你抽重论 你抽重论 老师说的 你抽重论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中国很惨的 战胜国都没有战胜国的地位 长期的 是真的 战胜国好像打输了一样 是吧 嗯 而且当你说自己是战胜国的时候 那些鬼都说 不是你中国打赢 是我的原子弹 是我两粒原子弹打赢 关你什么事 有很多鬼都是这样说的 其实因为 拉长了战线 和中国太大 其实他的补给是 是什么的 是有问题的 其实是令到日本人陷入了一个战争的例子 是啊 苦战 你不断拖着他 太长了 没错 你拖长了的时候 才能够被美国有机可乘的 如果没有中国的牵制 你美国可以打得那么顺利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那他不会说你的付出的嘛 现在就是 还有你之后 你打完二战之后 你马上来战 是吧 你没办法 你国共内战这样的情况 你之后 就是一直被人打压 而且 也都是 就是在韩战那里 你怎么说呢 日本人就有机可乘 本来日本人就不会让他做什么的了 就是说真的 不会让他做那些叫什么 工业国家的了 就是美国佬 那个安排 就是本来日本人 你做回农业国了 自己种田 种米就算了 但是你一打了韩战之后 那他就有机可乘 就是把那些工业的生产线 带了去日本 其实台湾也是吃了韩战水 香港也有 就是这么说 那里吃一水 但是日本是最大得益 就是你现在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车厂 丰田 那时候就是帮美国都做很多军车的 在韩战的时候 是装嵌的 是丰田做的 很多都是 就是我的了解 还是听别人说的 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不是单车军车 连坦克车也有 封田也有分装 不过日本本身也有一定的技术 是 但是他本来就是想着 你们那些人 譬如是这样的 你之前做开这些飞机 做车 做些民用东西 就是本来你应该 连军工业的基础 都不会给他 就是理论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 现在当然不是了 现在日本仔 就是他那个军工技术 一点都不弱的 就是他每次呢 就是他发展一些军工业 他就会说 哎呀我们都很怕 再被人炸两个原子弹 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我这两个 就是其实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 全世界最惨是我的了 没有人比我们 整个人是这么说的 日本仔 就是我不应该用一个 就是种族主义的角度 去这么说这件事 但是 事实你就看到他 他很懂得玩这种 就是受害者的演示 是不断演示自己 哎呀我好惨啊 接着自己那些 文艺作品那些 或者那些 动画那些 都是 很多都是环绕这个原爆的 就是多些生离死别的桥段 砌出来 堆砌一些很多不同的电影 电视作品 甚至乎漫画啊 这些宣传是长期做了的了 所以真的非常成功 反之在香港 不是在中国 中国就很缺乏这种 所谓演双巴的宣传 不是喔 有抗日神剧 好像是 抗日神剧 抗日神剧就是这样 就是大件事 就是有这些抗日神剧就是大件事 不过都是 其实说真的 抗日神剧都是香港人拍的 很多都是 是 以前在TVB做的人 上内地拍的 这些真是混蛋 一害祖国 拍完这些瘋的东西 是的 其实有些人说 哎呀 抗日神剧是给我们内地人看的 你们外边的人认识的 由得他 那些现实就是 你播什么剧 人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官方的立场 在内地 你播得那些 因为有 有广电局審过的嘛 广电局看完之后觉得OK 他们说可以出的 是啊 所以责任都不是在香港导演的 广电局都有责任的 可能他们看完觉得爽 不是 现在是禁了很多很夸张的 其实他出了文件说 不可以再拍这么夸张的东西 应该是有老少的声音 是老少 我也是各位网友 哈哈哈哈 这个袁包也是一件惨事来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 因为他们演双巴 实在演得太过分了 用了一段多长的时间来做 就是说基本上 每年都说自己很惨的 其实就 这个 时间过了那么久 他们的生活 我相信都非常滋润 以前之后 经济一不停的起飞 去到最威水的时候 80年代 就大傻金钱到处买东西 之后就有所谓的 比较消失的20年 因为经济一路起不了 但是 他们的生活质素 一样都是维持的 都非常之好的 迷失 迷失 科技上面 都是会有突破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的 这一方面就是 你强硬 就是强硬 迫中国去发展自己 应该发展的科技 其实这些 不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操似的 有问题 但是 那条路 怎么说呢 前景去到最后一定是光明 但是那条路就是崎嶇 我们说过很多次 就是我自己都说过 很多次 说到差不多口臭 但是你要认清楚 现在那个现实就是 人家是不是都打压你了 你没办法的 你就继续努力 你强硬回应 他也是打压你 你不回应 他也是打压你 其实是一样的 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 不会因为你的回应 而改变的 有些人说 你鼓励投降 那现实就是 你强硬也好 你远也好 他们对你的打压 是不会改变的时候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做好自己 增强自己的实力 就是去应对现在这个困局 根本就不是 就是 可以躁动的时候 这个是 应该理性去处理 现在所有的问题 人家是不是都搞你的了 首先要先承认这件事情 不要有幻想 不要有幻想 你强硬 人家会不搞你 也不要有幻想 你软弱 你示弱 人家会不搞你 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只是说 有些事情 没办法的 他是不是都会搞你的时候 你不如把精力放在做好自己那里 有些事情你跟他死咬都没用 还有 有时扮弱者 你是会得到国际之间的同情 是吧 那当然你是要有实质的实力 如果你扮弱者的话 你不是真的一个弱者 好像美国那样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扮弱者 譬如 特朗普上台 整天都说 跟中国贸易 我们好似的 其实他不是扮弱者 他是以退为进 明白吗 就是有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以退为进去做的 嗯 这个也是 就是好像我们说的 TikTok的这个老板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当然他被一些小粉红攻击他 就是炒了那些旧东西来说 啊 买国茶 汉奸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 反而是显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我是这么看的 其实日本很糟糕的 他整天都是用这个援爆 来说自己是 喂 是我们真是受害者 接着他就不断用这个东西去淡化 日本是侵略者的身份 还有用来掩盖 那些日本战犯的罪行 是吧 是啊 没错 接着之后 其实就是 大家要认清一样东西 就是日本 被这个原子弹炸 吃两碗蘑菇汤 其实是因为他实施军国主义 结下来的恶果 是吧 而且一直拖延战争 不肯投降 是啊 是没错 是啊 其实应该是 老实说 我听很多西人说 如果没有中国拖 拖了它那么久 其实西方社会 都是最后赢不到 因为真的打得太大了 他是严重低调到中国的 记得他当时说 好像三个月 全部可以搞定中国 是不是 好像说 后来就打了那么久 大家都知道 其实根本上 我认为 根本令到日本人投降的 根本就是 我国人民 不断抗战 拖到他 扑街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屈不撓的精神 是拖死他们的 就不是那个死人 烂鬼原子弹 也都不是 纯粹是苏联军队 因为苏联都很扑街的 他那个 袁水 他出来说 日本投降是苏军 不是原子弹 扑你一街 我们中国人牺牲多少 是啊 其实到今时今日 其实就是 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 其实都是 整天都抽中国人水 都是 赚尽我们的银子 说句老实话 是啊 你看看普京大帝 是不是 表面也好 经常背后插刀的 这人都是坏人 我觉得 那应该都可以这样说 还有 有些人就很天真 他说 哎呀他给我们用人民币 买 给我们用人民币买的石油 那就是 对于 要用美金交易来说 是一件好事啊 这样 因为不用用美金啊 这样 你用人民币 都是钱来的 不是钱啊 有些人就是 拿这一样东西说 哎呀我们那个 就算那个石油 那个价格 比国际价格高 都是值得的 这样 因为用人民币交收 那 你人民币都是钱来的 大佬人民币不是钱啊 不要这么傻 他真的 他觉得人民币可以乱印的 就是说这种理论的人 人民币是乱印的 所以我就可以 用乱印的钱去换那些石油 但是实际上 你的钱不是乱印的 大哥啊 是不是啊 所以都是瘋了 我们要讲一下 其实人民币发钞的理论是什么 我们也要讲一下 其实不是乱印的 是有发钞基础的 就是 不过有些人是觉得 现在是经常传 内地是有些人这样传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荒谬 你知道为什么啊 有困难找支付 全部查支付啊 是他经常说这些东西 哎呀我们不怕的 因为我们用人民币交易 那天我无意中去看支付 他说怕什么啊 我对印尼直接用人民币 洗人民币 他说 他说为什么 印尼盾不和人民币换呢 那 因为不是流通货币 不是印尼盾不是流通货币 我知道 不是流通货币 所以 有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搞笑 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佬会中间 可以抽一转水呢 很多人就说 直接换 就是你美国佬抽不到水 某程度上是真的 但是你做不到嘛 是啊 你要两个国家相互的贸易量大 你才可以这样做的嘛 是啊 澳洲和中国好像是可以的 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这里都可以 直接换换嘛 你就不准美国佬抽一转 不准对 是 很多国家不行的 你要双方都肯止得的 这些东西也是 讲求是大家都互认才行的 那你是不是 就是这么说 如果人家承认人仔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承认了 其他人所有货币呢 就是好像那些中亚地区那些 那些银子那样 你是不是可以承认它那些呢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 就是自己互兑呢 你要了它那些是没有用的 其实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那个 叫什么地方 韦来瑞拉 韦来瑞拉 你都认它的石油 你都不认它的钱 是不是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的 嗯 嗯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为什么很多伊朗人 都是想办法去对美金呢 就是因为制裁了它 所以黑市换 是不是 有时欧罗 其实再举个例子 就是北韩 为什么你要去它那里旅游 不可以花它那些北韩那些钱 一定要花美金 欧罗 或者人民币呢 就是它自己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 对了它的钱 花它那些钱 是对它没有好处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就是它是要吸外汇的嘛 那个现实就是 嗯 明白吗 嗯 是的 所以是 我就觉得 最好就是 现在就是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学 一点点货币基础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说直接花的话 就是去其他国家直接花的话 就显得 是很无知的 对不住你说一声 哈哈哈 不要紧了 就是现在又说回 这件 日本这个演双巴的情况 其实 是很不道德的 就是我认为 就是 它们这种做法很不道德 因为它们到现在都没有承认过 就是以战所犯下的 战争罪行 尤其是在那个叫做靖国神社里面 还有很多甲级战犯是供奉在里面的 嗯 嗯 明白 是啊 所以 虽然我们以前都笑这个郭少杰先生 但是 其实我也很欣赏它的勇气和爱国的 真心地说一句 但是它是假扮爱国的 它不是真的爱国 它是为国家添烦添乱 就是有很多人现在 就是我认为 都是和郭少杰之流是没有分别的 嗯 就是说 哎 应该要全民去对抗 那样 就是硬到底 硬到底就是爱国 那样 好像这样也不太好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你可以有意见 但是你不要说一定要国家 就是说要跟它打一仗 那些这样 有些很多人说 要跟国家打一仗 跟其他国家打一仗才行的 喂 你自己在前线的话 你说这些就没问题 但是你不是 不是咯 它在前线就是在电脑前变咯 哈哈哈哈 这些都很可笑的 好了 今次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一下 拜拜 拜拜